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么这一段是讲到深安乐系 深夜的安乐它的相貌 佛陀讲出三种 叫做调柔、寂静、安稳 这三种相状 这三种相状是怎么来的呢 是依止大地 就是中道的实相 清静心不敌愿显现出来 但是我们在看世修的时候 佛陀的规划偏重在清静心 那么所以我们的清静心 变成两种清静心了 诸位 一个是理官的清静心 一个是世修的清静心 这两个都很重要 我们先讲理官的清静心 理官的清静心 它是你本来记住的 你不管修不修 它就是清静 你只要相信就好 比如说 我现在还打很多妄想 我离命中的时候 妄想东去西去 各种的人事应该相状都显现 你只要告诉你自己 何其自信 本质清静 那这个清静心是什么来的呢 是理官的清静心 理官的清静心 完全靠信仰 没有任何理由 就是你相信 仰性真如佛性 在凡不减 在胜不争 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所以理官的清静心 你不用修 理官说 我把理官的清静心 修得更清静 没有这回事的事情 理官的清静心 本来就超越阴言的 你修不修 它都是清静 因为它是 它是严满的清静 所以它不可能再更严满 所以理官的清静心 你只要能够养性 就可以了 然后去观照它就可以了 现在问题就是 阴言四修的清静心 就是说 我们本来是清静的 但是呢 但是后来就是 一念妄动 然后呢 然后就堕入了 无量无边的生死轮回 到了现在 开始认真的修学佛法 那怎么办呢 这个房子本来是干净的 但是现在不干净了 那你这个里面 内心不清静 这么多的颠倒想 你不可能马上去 装严这一念心 你一定要先把房子 垃圾先清干净 再去装修吧 所以为什么 破旺永远是走在地步 就是说 诸位 理论上 我们是清静 但是因言上 我们已经不清静了 不清静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经历过 太多的生命 每一个生命 都留下我们很多的影像 留下影像也没有错 但是问题是 我们把它取着 今生抓几个影像 来生抓几个影像 十日今日 我们心中已经 很多很多的颠倒像 这些颠倒像 你如果不清静 不清掉 你就直接的去修功德 发愿去修功德 因为你这个心 是不清静 所以你所修的功德 都是老物 所以为什么 佛陀在修官慧的时候 他不强调假官 假官后面会强调 口夜 意夜 他是后半段修学 他面对深夜的时候 佛陀一路走来 就是修空官 空掉你的直取 你不可能空掉影像的 对不对 你这个所以你修行 你只要方向错了 你今生就没有成就了 你空掉影像 你就跟你过去的 因缘法对峙 就是无量节来的影像 那也太多了 你怎么会空掉 就是不随望转 懂吗 影像来 他来他的 影像走 他走他的 你只要修一个 无助 把你的攀岩心 把你的爱情心 消灭掉就好 其实影像不会干扰你的 你是一个真主的心 他是一个生命的影像 他怎么就干扰你呢 因为我们攀岩他 我们去自信起自信 所以我们自己去干扰自己 所以你只要把影像放下 他自己会脱落 自己会消失掉 所以诸位 我们在修空官对视的 一定要知道 你到底是想空掉什么 这个地方你只要一步错 你整个修行全不失败 你想空掉影像 那表示你要挑战 你无量的生命 所留下来的影像 你怎么可能 没有一个人 可以修到夜镜行空的 我们都是怎么样 待遇往生 那么业力 跟影像是有牵动的 我们待会会说明 就是你只要无助 让影像自然脱落就可以了 所以他这个 观力界法 空如实相不颠倒 不动不退不转 如虚空无所有性 这段你就要把它背起来 就是整个空掉 心中的爱举的过程 那么空掉以后 我们看别名 他的一个果地的相状 这以下有五段 第一个 一切以言道断 当你的心中那种攀岩的爱举 被空官给破坏以后 你会发觉 你心中的画变少 不是外面说法 就是那个名言分别 你以前可能 扮演性很重 你看到什么东西 哇 这个画很漂亮 是哪里买的 就是你以前会 只要看到一个影像 就很多很多名言出来 那么你能够经常修空光灵 会发觉 你看到花 那样就是那样 一切法就是一个如是相而已 你不会很多的名言去诠释他 一切以言道断 这是第一个相状 第二个 不生不出不起 不生指的是过去的心 不出指的是未来的心 不起是现在的心 一般是这样子 这三种心 就金刚心说的 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我们年轻人 喜欢打未来的妄想 喜欢打 喜欢执着未来的心 年纪大刚好相反 年纪大了都是 开始回忆过去了 回忆过去了 因为你的未来已经是 夕阳西下了 所以我们 当你修空光以后 你会发觉 过去的影像升起的时候 因为你无助 他自然退失 未来的影像升起的时候 也退失 包括现在的音言 也是不起任何的执取 所以我们的心变成怎么样 无名无相 实无所有 无名就是没有名言的分别 而且那个相状也慢慢脱离 心中变成什么样 实无所有 无所得 无所得 禅中有一句话讲得好 他说 这个叫做空空荡荡 但是呢 寥寥分明 你把这两句话放在一起 就知道 它不是王空 它是空空荡荡 但是又寥寥分明 所以这个时候 你的心是无量无边 超越时空 无量是指时间下 无边 超越一切的空间 所以你的心 慢慢慢慢 从一种 生灭的音言心 慢慢的趋向于 超越时空的真如心 你往真如心 慢慢一步一步的扩建 从世修的清静心 慢慢慢慢的 随顺于理观的清静心 无碍无障 坐骗法界 没有障碍 那么到这个地方 等于是把 整个修空观离相的 五种功德讲出来 最后总结 那么我们的颠倒像 是怎么来的呢 但你因言有从颠倒生 因言有就是业力了 颠倒生就是我们心中的 取着分别 故说常要观如是法像 我们经常能够观如是的 空性的智慧 消灭心中的爱局 自明菩萨谋杀 第一个清静处 这个就是清静处 前面第一个叫做行处 就是理观 这是世修 这个我们有需要 对我们的颠倒想 做一个说明 因为这是我们要 面对的 空观所要消灭的颠倒想 颠倒想 来自于两个重点 第一个因言有 就领了业力 理过精神所造的散热业 它就有些东西 会在你的生命出现 第二个呢 颠倒生 你的取着 本来这个业力 它出现以后 业力本来是生灭的 你本来造业 造罪业 造三业 都是有一定的时段 但是为什么这个相撞 进去以后 在你的心中 挥之不去 变成你生生世世的个性呢 因为你把它抓住了 取向分别了 所以颠倒想是两个东西的合合体 一个是业力 一个是妄想 那么佛法的态度是不碰业力 要记住 外道啊 是喜欢去消灭业力 说修苦恨 修禅定 去逃避业力 这不可能的事情 诸位 我们造无量节 所造的罪业 那是 无量无边 尽虚空不能容缩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怎么可能往生 怎么可能成佛呢 因为我们佛法 不要去碰这个业力 我们碰妄想 这是佛法最高明的地方 心若灭死 罪以往 因为你一开始挑战业力 你自己就是 居于弱势了 你怎么业力可以挑战 当然我们不断地诧毁 只是降低业力的势力 真正的修观是怎么样 因为业力跟妄想 他这两个 只要一个没有 另外一个就没有作用 所以佛法的厉害地方 高明的巧妙地方 佛法是 消我意解也颠倒想 不利争取佛法身 你把颠倒的爱曲拿掉 这个业力就没有力量 他自己会沉淀下来 所以 那么现在就有个问题 那这个爱曲是怎么产生的 我们前面说过 跟生命经历有关系 生命经历第一个是感受 我们一般一生当中 会有一些很特殊的感受 会有几个特别快乐的感受 或者特别痛苦的感受 也就是说我们 一生当中会累积很多很多的人事 地物的影像 但是不是我们每一个影像 都去收集 不是的 我们只有收集少数的影像 就是特别的感受 比方说 我们从小很贫穷 因为贫穷的关系 这个贫穷本来是一个业力 它本来没有好坏的 所以果报不论好坏 只论苦乐 本来没有什么对冲 贫穷就是你过去没有布施 但是这种贫穷的果报 会有什么后遗症呢 会让你产生痛苦 产生痛苦你就会产生颠倒 我就是因为贫穷 所以我很多理想包括人事件 等到你长大有钱以后 你对钱就特别执着 为什么 因为这种感受来的 因为感受会刺激想象 想象以后你就会执取 所以我们一般的问题就是怎么样 跟着感觉做 就是或者某一个东西给你痛苦 然后你对这个东西就特别排斥 所以我们整个生死的轮回 来自于爱情 爱情就是来自于 我们对生命经验的感受 产生想象 最后时间久久就抓住不放 从此以后就回之不去 变成我们内心的性格倾向 我过去 前几年前 我有一个俗家的亲戚 是一个女众即使 他写佛是很精进的 他也写过任元经 也写过净土宗 也写过维世 那么他后来得到癌症 得到癌症以后他更静静 他每天听经拜佛 因为他那个时候我已经退休了 后来到癌末的时候 我就去看他 看到我跟他聊 跟他聊的时候 我发觉他心中有过爱 因为毕竟他 他事件上有点成就 有点福报 子女也没有说 有些阴言是放不下 谈完以后过了几天 有一天我就觉得 我应该再找他谈一谈 就有天早上我找他谈 我跟他讲一个基础 我说 身本无可恋 死亦何其焉 本来无生死 生死有新鲜 我先来讲应言法 就是 埃末当然面对的是死亡 然后面对一个不可知的未来 所以一般人都是贪生怕死 说实在 不管你今生活得快不快乐 我们是不愿意死亡 但是你要破他这种 对今生的爱情 你要讲说 其实生命 不是我们想象那么快乐 人生本来是来还在的 一片苦海 所以 生本无可恋 死亡 你只要不贪生 你对死亡 就不需要害怕 这是一种对立的 因为我们 认为 我们会假设认为 今生是快乐 所以我们不想去对对男生 你怎么知道 男生不会比今生更快乐 你一个破旧的房子 可能会面对 男生变得更好的房子 所以 生本无可恋 死亦何其焉 然后这个第二句话 很重要 离关了 本来无生死 生死有新鲜 把它拉到 我们最严实的亲近心 其实我们本来就没有生死 所以你也没有失掉什么 比如说 我失掉了生命 其实只是你 从你亲近心来说 你从来没有生命 所以你也就没有失去 当然我讲了很多 我大概跟他讲 大概将近两个小时 就扣了这四季经 讲完以后 大概从我离开 到晚上 他就往生了 可是一个人 他拖着不走 你就知道 他心中一定有东西 抓住 人者心中 必有一物 就是 临终的正面 其实就是 你自己在干扰自己 就是说 即便你有准备 就是 癌症其实是往生 最好的机会 一个人要往生 因为你太多时间准备 你可以知道 你什么时候死 你这个整个死亡的规划 你都可以做准备的 但是你还是放不下 那么怎么办呢 你就是靠 应援观 跟礼观 所以 诸位 你离命中 如果你不修 你不清楚 你心中的地雷 我跟你讲 你佛号听得再好 都没有用 你知道触动地雷 你就整个爆炸 就是说 我们不要讲前身 太遥远 你今生一路走来 你碰到很多的人 你遇到很多的事 有些事情 可能对你来说 你根本就不在乎 它就消失了 但是你一个正常人 你到晚年 一定有些人跟事 你在心中挥之不去的 把它找出来 你用这个观 观力界法 空如石像 不颠倒 不动 不退 不转 犹如虚空 无所有心 你要在死亡来之前 把这个地雷给消灭掉 因为它离命中 一定会出现 因为你经常的 就是说 你发觉到 尤其到年纪大 就很明显 你经常去意念某一个人 意念某件事情 你就会有心理准备了 这就是你临终的过外 已经出现了 你要趁有生之年 赶快把心中的地雷扒掉 否则你在临终的时候 你就是 业力推着你走 但是你不想走 为什么不想走 因为你心中 留恋你的娑婆世界 所以我们说 业力娑婆 其实谁在乎 外在的娑婆世界 我们在乎是我们心中 所执着的某一个人 是那个娑婆世界 你就是执着那个东西 然后就把你今生 所有练佛的佛号 全部破坏掉 一个影像就过了 前功尽弃 所以在这个空观 是很重要 就是怎么样 你一定要有 理观的亲近心 你还要有 世修的亲近 有一定的调伏力 然后你这样子做 你只要临终 只要实践佛号 实际佛号就够了 实际佛号就够了 因为你心中的颠倒想 一放下 阿弥陀佛的光明 就自然照进来了 实践往生就够了 但是你今天 抓住妄想不放 阿弥陀佛哪里 一点叛覆都没有 愿你把门给关起来 所以这个地方 常要关如四项 世明菩萨摩萨 第一要清清楚 观察空性 把心的 透过调伏 慢慢地回归到亲近 这是很重要的观念 好 我们看心恶的重塑 重塑分二任一 宋总标 看经文 而是世尊 欲重宣此意 而说济言 若有菩萨 余后恶事 五步为心 欲说是今 映入行处 及亲近处 那么本经的修学空观的调伏 他不是为了往生 他主要是为了奖金 他说若有菩萨 在佛灭度以后遇到的各种的恶因言 你心中依止 无部位的行 安住忍入地 调柔及近安稳 来为人解说妙法经 应该怎么办 应该修行处 理观 你要意念理观的亲近行 你还要修学 透透界定会修 事修的亲近行 两种亲近行 你就能够以无部为心 来售事法华经 这种标 我们看忍恶的别事 那怎么做到理观世修呢 我们看别事 这个地方分两段 看可疑的 受耶言论境 先辞见 远离是种过失 好 我们看经文 常离国王 及国王子 大臣官长 凶险细者 及詹陀罗 外道泛制 亦不亲近 增上慢人 贪佐小乘 三藏学者 破界比丘 名字罗汉 及比丘尼 好戏孝主 身着武欲 求现灭度 诸幽破仪 皆勿亲近 若世人等 以好心来 到菩萨所 为文佛道 菩萨则已 无所谓心 不怀希望 而为说法 寡女处女 急诸不难 皆勿亲近 以为亲厚 一抹亲近 徒儿魁快 甜烈于谷 为力杀害 饭肉自活 炫脉女色 如是之人 皆勿亲近 凶险相扑 种种嬉细 诸淫女等 近勿亲近 莫读平处 为女说法 若说法时 无得细笑 入礼其时 降义比丘 若无比丘 一心念国 好 我们先看 第一段的 别名死法 第一个 昌黎国王 及国王子 大臣官长 第一个 远离有前世的人 第二个 远离凶险 那么 对这种凶险 这种 游戏的 这个 要远离 有远离凶险跟游戏 第三个 远离 鞋 鞋 这种 张陀罗 外道的 鞋子鞋剑的 这些 外道的 修行者 第四个 远离二称 一不清静 增上慢人 二称人的特点 这是法则特别重 而且他 对这种空性的执着 特别厉害 所以他容易 得少为主 那么 你跟他在一起的 二称人 他是属于 少事少业 少发编主 他只是追求空性的虐本 那菩萨是 法门 无量试验学 他是 这两个思想是抵触的 所以佛陀要我们 不要去靠近他们 即 贪卓小乘 三丈学者 那么 贪卓小乘呢 就是他 虽然能够 广学多文 学习一些 三丈的教法 三丈的教法 但是这个人 一般来说 这个学者是没有信心的 他只有理论 没有信根的 或者是 破阶彼修 名字罗汉 或者是 毁破 是根本重戒的 无惩无愧的 或者名字罗汉 他自己认为是罗汉 其实他只是 一个一般的反腐 第五个是 远离放逸 即彼修尼 好戏教者 有些人是 喜欢攀岩心众的 或者 深沼 五欲 求献度者 这个地方指的是 即使了 就是有些人 摊着世间的五欲 有些人是 一心一意地追求 偏空涅槃 这种极端的 在家即使 都不能禁止 那么 如果这些人 来 以好心 真诚的心来求法 那么 到菩萨所 为文佛道 他要请大乘法门 菩萨则以 无所畏心 不怀希望 而为说法 就是说 你可以给他说法 但是你平常不能把他当作同参道友 不能亲近 第六个 远离欲染 寡女 寡女 处女 急诸不难 皆物亲近 以为亲厚 就远离这些欲染的情况 第七个 远离飞气 义莫亲近 这种杀身的 或者是卖肉的 或者是云女 如是之人 都是反倒出众 不能靠近 飞气 第八个 远离恶业的 从事凶险相扑的 演戏的 或者诸云女等 这种也是要远离 第九 远离畸险 不要单独在隐蔽处 为你众说法 要有第三者在 以免畸险 那么在说法的时候 也不能用 轻慢的心来说法 这是远离地险 第十个 远离危害 那么如果我们今天要 到村庄去 起食 要带一个 随从的比丘 如果没有比丘的话 要一系列保 保持正面 远离危害 这是前面说过的 只是简单的复习一下 好 看第二段 是这名为行处尽处 以此二处 能安乐说 那么这一段是 解释二处 就是前面的十个法 是依止 它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 为了成就礼观事修 来安利的 所以我们前面说过 菩萨的戒法 都是为了此观 来做准备的 引离攀岩 引离各种的过时 好 那么这是前方片 这一下讲 正正的此观 在下一段 魁鹅 送 非眼非近 就是智慧的观察 是观内心 内心的没有眼镜 那么这个地方 有两段 先看总标 先看总标二处 再看别名近处 先看总标 看经文 这个李观跟四兄 我们前面讲了很多了 就是李观 观的是真如的心 是圆满的心 他不能有任何对立的 世修 他就是要对立 他要对次的 所以 从李观的角度 幼父不行上中下法 不行就是不安住 不安住在上 就是菩萨法 中 就是 这个 圆解法 下 就是身份法 就是三寸的教法 是可以当作 世修的 对次的方便 但是从李观的安住来说 是不可以当安住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对立 三寸的教法 都是对立的 空有的对立 所以 我们不住在 这种三寸的教法 就能够 不执着 有违法 人间的福报 等等 无违法的 天空的涅槃 也可以远离 死法 跟不死法 这个死法 指的是空性 不死法 是引起的圣灭法 而且又能够 远离 南向 领向 心中 对于一切法 是不可得 而且不知不见 远离六根的分别 这个不知不见 是代表 其实是六根的 建文秀长觉词 引起六根的分别 那么 世者名为菩萨行处 菩萨行处 它是一种信仰 它不是修来 内心本来清净 这是本来就清净的 所以这个清净 自然理想 就当作我们的安住处 但是当我们面对现实 要调伏我们 如梦如幻的妄想的时候 那就靠世修了 看世修怎么修 一切诸法空无所有 一切诸法产生的影像 我们一定要空掉 我们对它的执着 所以执着什么呢 不要执着一种 常住相 无为的常住相 也不要执着凡夫的 有为的起灭相 远离恶政的 涅槃的执着 远离凡夫的 生灭的 因言的执着 世民自责所清净处 这里的总标 把理观世修讲清楚 理观是真如的喜 世修是因言的对峙 这两个差别 好 再一下把这个 世修的进注 再把它讲得详细一点 好 看经文第二段 颠倒分别 诸法有无 适时非时 适生非生 在于闲处 修设其心 安住不动 如须米山 观一切法 皆无所有 忧如虚空 无有坚固 不生不出 不动不退 常住一向 世民尽处 那么 我们在对峙的时候 要远离两种执着 一个是凡夫的执着 一个是二称的执着 凡夫是怎么执着呢 凡夫是颠倒分别 作法有无 有向跟无向 我们看整个人世 他是有 因言和合就有 那么因言别离 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凡夫 在有无当中 产生得识的概念 这是凡夫啊 他的性在 因言的得识 有无里面分别 产生得识的性 这是第一个 凡夫的颠倒 那么二称也是一种颠倒 二称呢 他偏空 他把空性当死法 把生命的法当 不死法 那么执着的这种 这个有违法是 引起的圣面相 涅槃即进是 不圣面相 所以他呢 就厌恶有违法 而执着涅槃的即进识法 其实这也是 多一变 这两种的直向 都是要远离的 那怎么远离呢 这一下就讲到 远离的方法 就是菩萨的观慧 你首先 你不可以说 诸位 这个修观很重要 这地方很重要 你不能够直接观了 你要有一个怎么样 尽忠修的基础 刚开始这个观慧是薄弱的 妄想的 叛岩师是强的 所以你要有一个 先有一个 拜佛尽坐的过程 在即进处 然后怎么样呢 收射其心 透过拜佛专注归一 先收射其心 让内心懂得 安住不动 如心弥善 先修止 然后呢 然后在即进的心中 习惯 观一切法 空无所有 空掉什么 空掉心中的攀岩 这个时候 心就像西空 你看西空 你对他生起什么象状 西空永远不执着 你用白色的末字 泼他 他也是无相 你用黑色的末字 泼他 他也是无相 他是无助 犹如虚空 那么内心当中 观一切法都是 生命变化 没有坚固的 那么这个时候 你如果成就 不升不出 不动不退 而安住在 常住一项的 亲近心 世民进处 这个亲近处 简单的说 就是 我们那些 本来亲近 对不对 现在怎么就不亲近 因为我们的内心 抓了很多东西 当然你也可以说 前身带来的 不管它是怎么来的 重点是把它放下 放四大末把抓 其实整个空观就是 把你 不随你的东西 把它放下 这个阴影就过去了 你老抓了它 有什么用 你抓了它 只有继续如回 所以这个空掉 就是空掉你那种 你不属于你的 心中的影像 你把它放下来 禅宗有个公案 我们把它讲一下 说是洞山禅师 他有一次 主持一个 三个月的禅宿 当然他的道禅 不是他的常住中 有很多的 行脚的 这些禅宗 禅师来参加 三个月以后 最后一支相 他讲一句话 他说 东去西去 不如到万里无寸草出去 他说我们的心 东抓一个影像 西抓一个影像 就给自己造成的障碍 轮回的障碍 因为这些影像 我们认为说 或者你很喜欢他 或者你讨厌他 喜欢的话 就不断地用好的名言 赞叹他 去贪爱 不喜欢他 就不断用恶的名言 去喝着他 结果不管你讨厌 不管你称恨 结果就是生死轮回 那怎么办呢 你应该把心 回到你的严实点去 这最好的方法 就是 不要留恋在你过去 轮回留下的影像 东去西去 不如到万里无寸草出去 那么这个禅师 听了以后 他不懂 但是他听了 他一直半解 这个禅师就 安居于结束以后 就走了 走了以后 就到那个 石双楚原禅师 那个地方去採血 石双禅师说 你从哪里来的 他说 我从洞参禅师那边来 洞参禅师有什么开始呢 他就把这句话讲出来 他说 他老人家临走前说 东去西去 不如到万里无寸草出去 那石双禅师说 洞参禅师有解释吧 他没解释的 他说 我解释 石双禅师说 我解释一个 石双禅师说 出门便是草 这句话回答得好 就是说 这个草 就是生死业力了 就是说 当你回归到 岩石点的时候 你这个时候是 无言的彼此生意 没有生死业力 没有烦恼 是一种 非常寂静安稳的地方 但是你知道 念头又一动 出门便是草 就是 你又落入地挪回了 所以这个地方 讲到相续力 所以他等于就是说 礼观的清静心 安主 还有一个 世修的清静心 调伏 这两个缺一不可 缺一不可 你要 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礼观 你只是一路路修 你不会相信 你会清静 你不相信 你本来清静 那你只有礼观 你相信 你本来清静 结果你不去调伏 弄了你心中 心有千千结 结果你还是做不了主 所以 第一个 你相信你清静 第二个 你努力的去修学 往清静的方向去前进 这两个 是两个都需要 好 我们看忍山的寿行程 这地方有三段 先看第一段 看经文 那么这一段 是说明修学深夜的音像 深安乐行 他所表达的是 调柔及静安稳 就是一种深夜的安等 这个像状怎么来的呢 若有比丘在我灭后 能够入于行住及清静处 他能够修理观 不断地告诉你自己 我的内心本来清静 第二个修世修 用空观 调伏心中的爱去 那么你这样子来说 法法经的时候 你的心就没有脆弱 就很坚定 这是第一个叫音像 两种音像 第二个 我们看行程安乐的果相 看经文 菩萨有时 入于静世 以正意念 随意观法 从禅定其 为诸国王 王子陈民 活罗门等 开化演唱 说思经典 其心安稳 无有切弱 那么菩萨有时 这个修行 你这个有时 就是你要有固定的功课 固定的功课当中 你要万言方下 进度及进处 然后修止 把心安定下来 然后以正意念 就修止观法 用这个空观 来消灭心中的爱去 随意观法 随着空性的意 来观一切法 空 然后 把心做一个 界定会做一个 调伏以后 再从禅定的 子观起来 为诸国王 王子陈民 婆罗门等 来演说法画经 那么你透过这种 理观的经济性 世修调伏过的经济性 你在说法的时候 就有两种的功德 其心安稳 无有缺弱 这就是生安乐的相状 功德相 好我们看解释 文书师利 世民菩萨 安住出法 能于后世 说法画经 那么这个就是 文书师利 文书师利 世民菩萨 安住出法 这个出法就是生安乐行 能够在后世当中 安稳地 解说画画经 我们看前面的 欠诗品 欠诗品菩萨 在弘扬画画经的时候 没有这么多麻烦的事儿 他就是意念 菩提愿就好了 因为他清静心就成就了 就是说 菩萨没有什么安不安稳 他随时安稳 问题是 他愿不愿不发心来弘扬佛法 是他要不要 但是防卫菩萨就不是要不要 我们防卫菩萨往往都是 发很大的怨 问题是人力的问题 所以佛陀为防卫菩萨 讲世安乐就是说 你要有理观的清静心 世修的清静心 你才能够把你的色身 调到调柔即进安稳的状态 来正确地说画画经 是这样子 好 我们看更二的口安乐行 这个地方有两段 看信义的长行 长行当中分两段 先看仁义的标章 看经文 那么这是总标 就是在如来灭后 进入末法时代 防卫菩萨在末法当中 五度二时 发现红阳法华金 第二个 口业要住在安乐行 口安乐行 那么口安乐行是一个 果地的功德 它是一个结果 那么他因地要怎么修 才能够让自己口业得到安乐呢 看仁义的行法 讲到修行的方法 行法有子行跟关系 先看子行 那么前面的深夜的故事要远离十种故事 这以下考验要远离四种故事 第一个 不说过 就是我们在讲经的也好 诗底下也好 不要说人及经典的过 第一个 我们批评某某人 说这个人他说过什么话 做过什么事 有些人就喜欢批评人跟事 那么这有什么缺点呢 我一大师说 人虽有过 以我何干 说喜谈人过 如羊愤慧 自信心他 自大计算 你讲别人的过错 不会表示你比较优秀 所以你经常去 说别人的过错 你把所言禁就注意到这个过错 就好像把这个混变的污秽 把他给掀起来 结果你不但欣喜自己 也伤害别人 你说别人的过错 自他计算 你伤害你的慈悲心 你也伤害到对方 当然这个地方就是说 佛法的一尊说 你可以私下欠卷 他这个地方的批评是公开的 那么第二个 你不能批评经典的过错 我会倒是说 一切经典都是如来 方便随移弦说 如是实密 中边皆前 安得有过 佛都讲经典 他经常是为师师权 良由众生根基不一 自私主来演说不懂 他是人天秤的 我们就用人天的善法来射受 他是二秤就用二秤 所以 不一定要要求圆满 佛法的态度是这样 只要让你进步 哪怕是一点点都可以 所以你没有必要用 法华经的一佛证的思想 看不起那些人天法 跟二秤法 没有必要 因为他这个时候 就需要这样的法门 所以你毁谈他 他就 他没办法进步了 他必须有个过程 第一个 不说人跟经典的过错 第二个 不侵犯 也不侵犯 其他的红法法师 每一位法师都有他的 度化的阴眼 其实智力 是没有阴眼的 就是你在佛堂用功能的时候 你心地法门 是要引你阴眼 但是你从佛堂走出来 只要立他 那对不起 就是阴眼所生法 立他是你做不了主的 所以立他只能随眼 修行要进步 立他要随眼 为什么说呢 就是说 这个法师讲的好不好 是一回事 他过去 所以有他度化的阴眼 你一旦侵犯他 你毁谤他 那么这些人是适合他得度的 结果你毁谤这个法师 你把这些 本来要依他得度的 这些基石的三根给破坏 所以不能侵犯其他法师 第三个 不叹悔 不赞叹也不毁谤 那么我们一个菩萨 也不要说他人的好物长短 这指的是公开了 为什么不要去说 不要去赞美一个人 也不要去批评一个人的过失呢 有两个理由 第一个 标准未定 人事啊 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你从这个角度看 这件事情是对的 你从那个角度看 这件事情是对的 所以菩萨在公开当中赞美某一个人 某一个事啊 你就失去你的平等心 所以你一个讲经的法师 少说人事的问题 因为这个地方没有标准答案 第二个 发心不明 你怎么知道他心里是怎么想 他这样做有他的用心 有他一词的方便 所以我们不要公开的去赞美某一个人 某件事 也不要公开的去批评某一个人 某一个事的过失 因为标准难定 也可发心难明 即便对于声闻人 这种修学涅槃几经人 也不要公开的称其名 而说他的过失 当然也不要公开的称其名 赞叹他的功德 心中这是第三个 不战魂 第四个不厌险 那么对于各种修学的法门 你修进祖宗的 你面对禅宗的 面对天台为师的 都不要有一种厌险的心 应该慈悲的包容 这个口业是很重要 各位 其实你看深夜的过失 其实你深夜的过失 就算你患到 只要你根本介绍到 即使一个人一深夜 造的罪都不会太重 除非你患事根本 但是口业 会让你瞬间造无间地义 这个可怕就在这里 所以你口业要没有修好 你可能因为你的批评 别人的习惯 或批评法的习惯 你就直接到无间地义去了 我讲一个批语 佛罗在百亿经上说 说有一个老和尚 有一个老和尚 他有两个徒弟 那白天呢 带这两个徒弟去脱博 脱完博吃完胖以后 下午就带大家 带这两个徒弟打坐 到了晚上的时候 因为老人家身体气血虚弱 脚就酸痛 所以大家叫两个徒弟 一个按摩左脚 一个按摩右脚 那么在按摩的时候 两个徒弟就吵起来 他说你没有用力 他说你没有用心 两个就开始争吵 争吵到最后呢 这个按摩左脚的徒弟 就把老和尚的右腿打断 按摩右腿的徒弟 看你帮他 我把你手脚打断 结果老和尚两只腿都被打断了 就说 你批评他 他批评你 最后伤害是什么 伤害是整个佛教 大家都不要相信 李温世忠攻击 这个禅中的 说你不往生 你就是怎么怎么的 你退转 禅中说你们这些人 就是探生怕死 不敢力量 这样在互相攻击 结果两个状态都完了 诸位 师父跟你讲真的 口业一定要修好 你最好是把嘴巴给 你要讲一句话之前 这句话在心中 先走过一遍再出来 因为你有时候 这句话出去 你收不回来 你后悔没用 而且口业的罪恶是 是很难忏悔的 因为它尤其是你 也有影响力的人 讲的话 那你对佛教的伤害 基本上是不可弥补了 不可弥补了 所以不要小看这四段了 虽然生业力的是一个 你就算换到一个 顶多就是扰乱你的心思 盼眼心中一点 你知道稍微反省一下 你随时改过来 它是可以马上 深夜的过失是可以马上修正的 口业你讲出去 尤其在网络上 你红传出去 你想收都收不回来 因为很多人听到了 伤害已经造成了 这个口业一定要注意 这个口业是四种过失 你要没有把握 你对每一件事情 没有把握之前 就把嘴巴闭起来就对了 你表示 我没有一件就对了 看奎恶的观后 看经文 善修如是 安乐心故 诸有听者 不逆其意 有所难为 故以小称法达 但以大称而为解说 令得一切总治 前面是止行 就是禁止四个法 这一下是观行 这个观行 跟前面的深夜不一样 深夜的观行是 偷信 他要离切下 达到理观的静静心 四修的静静心 才能够产生 调柔及静安稳 那么这个口业 强调的是 善巧方便的说法 所以他是修假观 怎么假观呢 菩萨如是安乐心故 诸有听者不逆其意 先弃记 看他是什么更记 他喜欢修人天秤的 你就叫他去修人天秤的法 先不要马上去违背他的心意 那么有所难问 如果这个人他善根成熟了 他向你提问题了 那么菩萨就用圆满的大圣法 为他解说 就看情况 他善根不成熟 你就讲他相应的法 他善根成熟了 你就讲大圣法 甚至是一佛证的法 让他成就圆满的中道实相 所以这个地方讲 气力又七级 这两个 就看他根基有没有成熟 我们看心恶的重颂 重颂当中分三段 先看忍义的颂标章 看经文 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用 前面的红金三轨来配合 这个是安乐性 首先我们看菩萨常要安稳说法 这个地方讲到入慈悲时 入慈悲时 用慈悲心来安稳说法 第二个 身体洗干净 那么着上清净的忍入衣 使你内外都干净 那么这个就讲到忍入 就条都提进 入慈悲时做法工作 着忍入衣 那么医子这三个法 才能够安住法座 谁问为首 我们前面讲到指跟官 这个指偏中在忍入衣 官就是做法工作 现在把慈悲放进来 就是入慈悲时 就是慈悲是一个发心 透过慈悲的发心 然后修学慈观 达到调柔极境 最后才正确的说法 把这个 我们前面说过 指官慈悲是整个 施安热行的三个法门 那配合红金三鬼 就这个情况 好 我们今天先上到这 讲到口安热行的总标 好 向下文长 赴再来日 回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